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看這顆Germaine Vincent 它是Violecia indigo跟speciosa交配出來的子彈 這一個影片會有這款蘭花的兩次開花的紀錄 因為中間只隔了兩個月 所以它算是同一個開花週期 而第二次的開花是這個蘭花的一個...算是旭花吧 這顆蘭花的確有旭花性 因為除了Violecia有旭花性之外 speciosa這種鈍花蝴蝶藍也是有旭花性的 那這個蘭花它也有香味 這顆它的香味比較接近Violecia一點 那這個蘭花當時你看到的這個景象 它其實背後的那些啊 其實都是之前就長的花梗 那這一次的開花呢是從新的花梗上面來花 不過你這邊有發現到它的這個杯子呢 那一杯最那一杯是蠻小的 因為這顆呢 比起我另外一顆Jermaine Vincent 我一共兩顆 這顆是比較小的這一顆 當時因為我覺得根系不是很多 所以不適合種到太大的杯子 因為太大的杯子戒指多 也就表示呢 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才能夠達到乾石循環 因為根系不夠多 你戒指多 那一樣澆水 除非你控水控得很好 否則的話呢 喔 杯子越大 戒指越多 那根系不多的情況呢 它的這個濕的天數就會比較多 就比較容易會造成根系的一些困擾 比較容易會爛根 所以這是要不要注意的地方 那接下來呢 就是它的第二個開花的一個紀錄了 當時呢 其實前後就是間隔了兩個月 所以我其實蠻驚訝這個蘭花又在開花 因為Biolecia呢 其實是屬於夏天開花的品種 那頓花蝴蝶蘭呢 就比較不一樣 它從夏天 就晚春早夏 一直可以開到 就我這邊秋冬都還能夠開 所以算是蠻能夠開的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 它這一次的這個第二次的開花 到底是因為哪一個清本的特徵而來的花 不過這個部分我就比較沒有那麼執著 因為只要蘭花會開花我就開心 所以不管它是承襲了副本還是母本的特性 我都覺得有開花就是好花 我們就來欣賞 不過這一顆比起我的另外一顆 而這顆呢它的這個花的特徵 就是說長相啊 比較像是 Speciosa就是副本 那因為Speciosa其實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真正的 呃 記載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 跟Tetraspis 盾花蝴蝶藍一樣 那我們姑且 就把它當作一樣好了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有些藍原 它們呢也是交錯著用 總之它的特徵就是 它的唇上面是會毛毛的 那這一顆呢 就有沿襲到那樣子的特徵 就它的唇上面也是毛毛的 然後我故意呢 把背景換成黑色的 來給你們看一下這顆蘭花 它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看它左上右上 甚至在最上面的花瓣呢 它的邊緣是白色的 這部分呢 就跟另外一顆很不一樣 另外一顆完完全全 就是承襲了Vialesia的特徵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原因就是因為這兩顆呢 都是種子培育出來的 所以種子培育出來的蘭花呢 它就有可能會有它自己的特徵 不一定百分之百會跟 就是父母親本一模一樣 除非是組織培育 那它才有可能會 跟就是母豬完全有一模一樣的特徵 那這邊就是一個開花的影片片段 給你看一下 當時開花的一個樣子 因為有時候影片跟照片看到的角度 影片會比較豐富一點 所以呢我盡量在每一次開花週期 我都會至少拍一個小短片 來加到影片裡面 才不會都只是看到照片 因為照片呢就是單一角度 除非我照很多張 否則你是比較能夠看到整顆蘭花 它的一個當時的狀況 那這顆蘭花當時其實我那時候覺得 哇這顆蘭花小小顆的 就能夠長了這麼多的這個花梗 其實蠻厲害的 不過其實這種東西呢 就不一定要看花啦 因為有時候蘭花它的花梗呢 有時候可以保留個一兩年兩三年 不過到最後它們一定都會淘汰 然後會長新的出來 所以呢 我當時也知道就是比較老的這些 比較老的頭一兩個花梗 甚至三個花梗 可能很快就會變黃枯萎掉 那這邊我即便是小杯一樣是做內外杯交疊的方式 那內杯的杯底有洞 好這樣子我就可以做戒指拌水根的應用 如果我要在杯底留一些水 因為有些根系已經長出 內杯的排水孔的孔外了 所以即便是杯底有水啊 它還是有辦法吸收 而且不用完全水都一定要在內杯裡面才可以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一個比較的片段 其實算加碼片段吧 我們今天的主角是右邊的這一顆 左邊的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也是Germaine Vincent 這兩顆我是一起購買的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它們的不同點在哪裡 考考你的眼力 主要就是今天的主角呢 它有這個白邊 然後唇的地方毛毛的 左邊呢 就非常非常像Violexia 它因為有Indigo 所以它裡面有帶一點紫色的感覺 但是呢 還是可能沿襲Respasiosa 所以就還是比較偏紅一點 但是你看它的唇 左邊的唇 它就是沒有毛 然後比較桃紅 然後整顆都沒有白邊 那這邊背景換成黑色 又看得更清楚了 好所以這就是 兩顆都一樣 同一批購買 跟同一個藍原購買 但是因為是種子培育 所以它就會有這樣子不同的變化 那這也就是種子培育出來蘭花的一種 我覺得新鮮感吧 就是你就是要等到開花開獎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那個花到底會長成什麼樣子 其實這個特徵呢 我也是到這兩顆蘭花同時開花的第二次 還第三次我才察覺到 因為第一次的時候呢 右邊的這顆它的這個白邊不是非常的明顯 我就以為兩顆都開出來的東西都差不多 我只有唇的部分我是有馬上發現 但是這個白邊啊 這一次的開花是有史以來它最明顯的一次 這款蘭花不難養喔 所以其實有興趣的朋友啊也可以試試看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